因為愛情他選擇遠渡沖揚 曾經被質疑太依賴身體素質太過於腦衝 曾經帶上喊下25分幫助球隊終止7連敗 現在已經成為林舒浩浦在場上時最值得依賴的球員 成為鋼鐵人拿下八連身的重要功臣之一 在球場上展現了大心臟讓港督球迷看得如痴如醉 本集要帶大家了解龍的傳人張傑偉 HELLO 大家好 我是球觀眾小編AKA 胖野 張傑偉AKA J-West 成長於北卡羅來納州 是個出產許多NBA球員的地方 其中包括Michael Jordan、Vince Carter等飛人 也都曾經在大學時期就讀北卡 張傑偉當然也不例外 只不過他大學就讀的是北卡州立大學 而不是UNC的北卡羅來納大學 但他也有不少學長進入過NBA 例如T.J.Warrant、Denis Smith Jr. 還有現在效率於熱火隊的Caleb Martin 其中最讓張傑偉印象深刻的就是DSJ 他參加於DSJ在高中有同場對抗過 就張傑偉的描述 他當時可以說是煞爆全場 只要他想場均40分絕對不是問題 就讀北卡州立大學時 張傑偉的上場時間不夠多 但卻讓他遇上了人生的轉捩點 他的女朋友來自台灣 並且在美國攻讀碩士 畢業後因為工作的關係必須回到台灣 而渴望擁有舞台的張傑偉決定愛相隨 開啟了他與台灣的緣分 女友幫他取中文名字叫做傑偉 而女友姓張 J從此擁有中文名字張傑偉 來到台灣的張傑偉 剛好又有朋友跟萬能科大的校方有所認識 結識了萬能科大的吳鳳城教練 張傑偉也開始跟著球隊練球 雖然當時萬能科大仍屬於UBA2級 不過中間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打球的他 並沒有操之過擊 在兩人練球後逐漸熟悉亞洲的球風和球隊的戰術 剛好萬能科大升上了UBA1級 張傑偉場均17.8分 8.9籃板 兩助攻4.4超階 帶領萬能科大闖進了4強 最終雖然以電軍作收 但也創下了小時紀錄 即將迎來畢業的他選擇繼續留在台灣 目標就是職業舞台 前一個賽季以第五名作收的鋼鐵人 正宗擁有不少本土的優秀球員 南木履勝如 台灣的Brown 周一翔 都是中華隊的常客 新生代控球陳佑偉也展現不錯的傳球視野 加上修賽季請來了幫助工程師 拿下聯盟第一的工程 天妮高景妍 鋼鐵人在選修會 用第二輪選進張傑偉 期待他能成為板凳上的一把利刃 不過剛步入職業賽場的張傑偉 即使是擁有體能勁爆的外擊身 還是展現了菜鳥應該有的青色 雖然速度快爆發力強 但身為空位掌握節奏的能力不佳 投籃不夠穩定 在莫瑞教練的調度下 上場時間極少 不過 隨著戰績不佳 總教練下課 新上任的鄭志龍 大膽啟用張傑偉這名新人 並且時常一對一指出他的缺點 認為張傑偉不應該一昧地 依賴自己的體能 必須要充分理解球隊的攻防體系 多用頭腦解決問題 體能可以運用在更多的地方 這讓張傑偉十分感動 認為龍哥就像他的父親 自己哪裡犯錯都會毫不猶豫地講出來 因為他相信龍哥能夠幫助自己變得更好 事實上由龍哥去做溝通 是再適合不過了 畢竟龍哥早期的體能也很勁爆 但卻擁有籃球博士的稱號 體現了龍哥在場上 是體能和球上兼具的球員 在龍哥上任首場比賽 張傑偉就獲得了30分鐘的上場時間 坦下了25分 三籃板霸出攻的好成績 在林書浩加入後 也稱職扮演替補控球的角色 讓豪哥可以獲得更多的休息空間 在鋼鐵人擊敗新美國王拿下8連勝的那場比賽 張傑偉在豪哥泛滿畢業後 成功串連起球隊 尤其在獨女馬階段疑似2打1的快攻中 一個背後傳球給到溫德灌籃得分 再度讓鳳山體育館陷入沸騰 他在球場上展現了激情 與港都高雄的風土人情不謀而合 也許未來他能在P-League成功擦亮他龍的傳人的招牌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你對於張傑偉這名球員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想法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